第二個,你就要先到台銀的官網上面去觀察一下 我講過,你要抓網路上的資料 複雜度遠遠會比CSV跟JSR複雜 因為結構上面就相對的比較起來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原始我們要抓的東西不是網頁上看到的東西 而是網頁背後的東西 那網頁背後的東西怎麼知道 你按F12,關鍵就是F12 按下它之後,你可以看到 它背後的東西就會顯示出來 其實它的結構不外乎就是HTML 整個HTML,頭跟尾在這裡 裡面會有個Body,頭在這裡,Head 然後Body,身體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會用什麼DIV 那DIV實際上就是有一個一個的板塊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Divided 就是它一塊一塊的 有點像是它用這個Divided DIV 去做切 就是一塊一塊 它有點像 拼圖一樣 拼在一起 一塊一塊的把它拼在一起 要長什麼樣子 或者裡面有表格 那我們的東西 假設 我希望抓到的是 這個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什麼資料呢 我希望抓到的是裡面的那個 假設我有在買那個 買進的時候 所以一般是 當然你出國是看現金 是去換 但是如果你是 存在你的那個戶頭裡面的話 是集期 所以集期裡面你會發現 如果你銀行賣給你的話 是29.55 可是如果你去銀行換的話 是29.69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現金去換 一定是比較 能夠換到一定是比較少 因為它賣給你比較貴 所以像我出國的話 我會讓它省錢的話 很簡單 我開一個戶頭 然後呢 我就用什麼集期的方式 買進對不對 然後我出國的話 因為像現在那個 有所謂的那個 雙幣卡 像比如說是日本好了 那我刷卡的時候 我就刷日幣 那日幣的話 它就直接從我的戶頭裡面扣 扣日幣 可以這樣子 它有叫雙幣 也沒有 對 沒有那個 手續費 而且是直接扣 集期的匯率 這樣其實是最划算的 像買機票 對不對 你有時候也是 比如說像我買機票 我就日幣的 像 當然啦 你就開一個 我是開玉山的 當然還有一個好 就是說 如果你最近 比如說日幣 日幣可能很低對不對 日幣很低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先買起來 不要等到你要出國再去買 等到你出國它漲上來 那你再買就來不及了 而且呢 外幣還有一個好處 它還可以定存 比如你這段時間不出國 等到你要出國 可能幾個月之後 那這段時間你錢放著嘛 對不對 如果你放那裡 佛存沒歷史嘛 那你可以怎麼樣 定存 所以像我有買那個 美金定存 因為美金定存最近有到2%吧 還多少 反正一定比台幣高 然後還有可以買人民幣 所以前一陣子我也買人民幣 人民幣定存又到3點幾% 對 那你出國的時候 就是直接 你如果不用那個雙幣卡 可能要另外辦一個卡 但如果你不辦一個卡 沒關係 你也可以載到零貴 去把錢領出來 不過領出來的話 因為你急騎騙現金 它會給你收個手續費 但手續費好像只有100塊 我是覺得算起來 還是比你去領現金 還是要稍微划算一點點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種訣竅 而且出國記得 你刷那個信用卡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他說 你要刷的是 你的當 就是 比如說你到日本 你就刷日幣 你不能刷台幣 因為你刷台幣的話 它會先幫你換成台幣 就是中間會日幣轉台幣 然後會有一個 多一個的 就是轉換的費用 所以換下來 太不划算了 你怎麼算都 真的 而且 它給你的那個利率 信用卡給你的利率 也沒有這麼好 可能相對的啦 8號是人皮的 所以這個當然是額外的 我們重點不是在那個 我是因為剛好出國的時候 這個經驗分享 而且不同的貨幣 可能換的方法也不太好 像去韓國最好的方法是 直接拿台幣去當地換 最低 你如果在台灣換 那是很高的 沒有不用 不用 我算過了 因為台幣換韓元 因為你如果換美金 要一個匯率嘛 會差 所以 倒不如你剛才拿台幣 而且那很有趣喔 它走幾步隔壁間 匯率也不一樣 所以 一定要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 最那個角落 不要找那個熱門的 因為我們有換 因為每天都去換一下 換一下 去韓國 去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 在這邊換 跟到當地 當地有當地的那個 銀行可以換 而且還要到什麼 某個大樓啦 我們現在還真的跑到一間 那個 這個換到的 港幣是最多的 不過換匯的方法 當然只是如果你有時間 如果你沒時間 反正就隨便換一換 就去了 你也不用去 但是有時候 這個會差 其實會差距還蠻大的 你可以當然多一些些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 希望抓到網路上的資料 是抓什麼資料呢 抓這個 什麼呢 抓哪一邊 必別 比如說我全部都要把它抓下來 這一欄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把集齊的這一個 也全部抓下來 那現金等於先不要抓 反正就抓第一個 抓第二個 然後把它抓到哪邊呢 抓到Python裡面 讓它秀出來 我們的 希望做出來 是這樣子 可是呢 希望跟結果中間那個過程 怎麼做 我大概分析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把結果 Demo給各位看 這個 那當然第一個 我先在 我的專案上面 插入一個 新建一個模組 模組名稱呢 也許叫這個 叫ReadRent OK 這個名稱 不過這個名稱 你可以自己再 再改 你可以參考這個名稱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做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 畢別 你會發現把畢別 全部抓下來 然後呢 集齊買入 我就把第一個 集齊買入放過來 放到這邊 然後集齊賣出 換到下面 那這個資料呢 是跟 我們現在 畫面上面 網路上面 應該是會是 一模一樣的 這地方應該要怎麼把 把資料給抓下來 這邊 29.45 29.55 這應該沒有錯啦 4555 那也就是說呢 要怎麼樣 你網路上看到的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這是我們要做的目的 那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抓的東西 整個把它抓下來 應該還有印象吧 整個抓下來就是 import一個request 還記得吧 request呢 其實就是意思就是 把整個網頁全部抓下來 但是呢 你整個網頁抓下來的話呢 我們用request.get ul 這個網址 應該還有印象吧 那它的網頁的編碼是 UTF8 所以我把它抓下來之後 當你目前 假如說我只有寫到這邊的話 你把它print好了 比如說print它裡面的東西 我底下的東西先不要做 這些是後面的 那你會發現它抓下來 裡面 第一階段 當然就是裡面的 所有的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實際上 就是你背後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它只是幫你把這個東西 全部抓下來 抓到你的 這個電腦裡面 全部把它抓下來 但是呢 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剛剛好抓到 就是說 我裡面的什麼呢 畢別 然後畢別裡面的話 有哪一些 比如說像什麼 這個這個 美元啊 等等的 那些畢別 那裡面的資料 該怎麼抓 所以接下來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 要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Beautiful Swoop 這個 它裡面的功能 那Beautiful Swoop 其實它最大的目的是做什麼 就是說你裡面看到的東西 比如說 畢別 這個裡面喔 我習慣是選取它 因為我要找它 在哪裡 其實滿難找的 你看選取它 按右鍵 配合一個檢查 這個算一個訣竅啦 這個訣竅就是你 因為有時候你要到裡面去撈它的資料在哪裡 有時候你必須要把它展開來 展開到裡面再去往裡面找 但 Chrome已經很不錯了 它已經至少會讓你知道說 你的東西在哪個位置 比如在DIV 在這裡 有沒有 你往下找 你會發現喔 它會 它會秀出什麼 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你可以再把它打開去看 那不過這樣找其實很麻煩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又把它選起來按右鍵 檢查 比如說我想知道 美金它這個裡面的原始碼 在這個 程式碼的什麼位置 那你可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 前面看到的 在背後的程式在哪個位置 它會幫你顯示出來 在哪個 在這裡 有沒有 捲軸大概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你就不用慢慢找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裡面有什麼 什麼東西比較特別的 這邊喔 就這個喔 其實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一定是用DIV的 就是用前面DIV 可是後面會多一個什麼名稱呢 叫它的CLASS名稱 CLASS有點像樣式 它的樣式名稱 它的樣式名稱是什麼呢 像Visible什麼 Fone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這些名稱 那將來我們 其實如果說 我要抓到的是 這個名稱 裡面的資料 這個名稱的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就可以用 Beautiful Super 那個 模組 可以去幫我把 這個名稱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抓 那抓的方式的話 第一個喔 我們可以 再把下載的東西 把它mark起來 然後呢 利用那個 Beautiful Super 不過特別注意喔 可能會有同學會問到一個問題說 這邊上面叫 Import Request 那為什麼 底下這個叫 From BS 4 Import Beautiful Super 這種寫法 特別注意喔 這種寫法是 BS4 實際上就是一個 裡面的模組 那 我如果只要這個模組裡面的一個類別 模組底下就是一個類別 很多很多的類別 那我只要其中一個的話 我可以寫成這樣子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我要寫成跟上面一樣的話 那要怎麼改寫 其實如果說你希望改寫成上面的方法的話 其實喔 你就必須 假設你不想要寫這樣的話 一樣用Import Import什麼呢 BS4 這個比較大 然後呢 Beautiful Super 這個就會出現問題 那你就要怎麼樣 在這個前面怎麼樣 再加一個 BS4以下的 它是 這一個模組裡面的 Beautiful Super 就是它底下 多一層 就這樣寫也可以 兩種寫法 如果你是用 Front有沒有 Front的方式的話 那這個就可以不要寫 但是如果你直接Import它 但是你沒有告訴我說 你要Import 哪一個 這個 這個模組裡面的哪一個類別的話 那你前面要多加這個 兩個方法都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 告訴它 Encoding是UTF8 接下來呢 我就 再把剛剛下載的這個 HTML裡面的資料喔 丟給這個Beautiful Super 然後呢 告訴它說 你幫我把裡面的資料 做一個切割 就是 把裡面的東西 這個有個固定語法 固定參數 告訴它說 你要幫我抓裡面的資料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SP 那SP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什麼 裡面有一個叫.find的方法 點find的方法 是找到什麼呢 找到你要找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的話呢 比如說你是放在table 你就跟他說 我要找的是table 那它的class名稱是什麼 告訴它 那如果你要找的是div 你div名稱告訴它 OK 會有固定的寫法 用fine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是find all find all是所有的 全部都要找出來 find的話呢 是找到其中的 那所以呢 我今天 如果說我要找這裡面的東西 那可能我可以接段 撥洋蔥式的找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先找什麼 找這個裡面的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 先找到它的table位置 先把它第一個先抓出來 所以我在畢別上面 檢查一下 它的位置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 它往上找的話 這邊一定會有一個table 這個table指的是 我現在 你有沒有要放在這邊 我的左邊這個區塊 是我要的 所以我第一個呢 先把這一個 表格先抓出來 第一個 抓到它之後 再往裡面找 再往裡面找 這樣一層一層的 就是把那個範圍放在縮小 那 第一個如果我要抓到這個table的話 那我就告訴他說 哦 我要find什麼呢 find這個table 它的class名稱是後面這一串 所以你把這個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 class名稱 把它給複製起來 所以這一串有沒有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到城市裡面的 這個地方 就是 用sp這個物件 去幫我找 找什麼呢 找那個table 那table的class名稱的話 就剛剛這一串 有沒有 所以剛剛看到那一串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 特別注意 那個find 它的語法有固定的寫法 一定是哪一個 標籤 標籤形式 第二的話 就是你要找什麼 找類別的話 那一定是個大瓜糊 然後哪一個 後面加一個大瓜糊 這個是固定的結構 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那我們找到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table先找出來 那一樣 我就把這個 假設我底下的東西一樣先不跑 那我先把這個 這個標籤table裡面的東西 把它print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剛剛第一次print的是整個網頁 那現在的話 是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資料直接print出來 但是我多了一個 點test 我先把這個點test拿掉 把這個 假設Data1把它print出來的話 它會直接幫我把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哪一塊 就是這個區塊 從這個區塊裡面的底下 所有的東西 把它print出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裡面的資料的話 我就把它點test 指的是什麼 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print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 那些標籤全部不見 就只會留下什麼 留下我要的這些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裡面 有我要的 跟也有我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第一階段 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表格的標籤先拿 就是資料先拿過來 再來像剝洋蔥 再往裡面 再把你要的東西抓出來 抓出來 然後再丟到你要的格式 把它全部顯示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總共會有幾個步驟 先把Beautiful Super裡面的網頁先抓下來 然後丟到那個 這個SP的物件去fine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碼的話 雲端上其實也有參考的部分